但隨時的維港兩岸有超過33萬人 在這麼漂亮的煙火之下迎接2016年 至於其他的倒數熱點 好像蘭桂芳一樣也是迫滿人 一起迎接新一年的來臨日 由江韻耀帶大家去看看 迎接新一年無分國界 還有國路英雄 對他們來說這個新年不太冷 不用太失望 讓我們帶你去對面海啟煙發 對著這麼漂亮的煙花 和2015年說拜拜 大家對2016年又有什麼期望呢 因為租不斷加嘛 那就辛苦一點 希望業主減租嘛 希望能夠娶老婆 然後賺大錢 遇見他 遇見他還不錯 我們可以多唱歌 好爽啊 1、2、3、4、2、3 他們就由2015年跳到2016年 好爽啊 喂 發勇啊 好爽啊 我有個氣氛 帶一個大團的氣氛 好爽啊 跳到跳到越來越來越多了 好爽啊 哈哈 好爽啊 好爽啊 很多時候有共同的興趣嘛 共同的嗜好嘛 可以有很多的共同話題嘛 這個就是張女生的味道啦 好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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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文 二 報道 海峽兩岸都有跨年倒數和煙火迎接新年 不過北京有慶祝活動取消 至於上海外灘今年亦都沒有倒數活動 而且加強警力戒備 有林正義的報道 3 2 2 4 5 5 5 北京的泰廟 隨直夜一片熱鬧 大批民眾參加旅遊局舉辦的跨年倒數活動 不過當局正是准有飛機人入場 而每年都敲鐘迎接新年的北京中華世紀壇 和世貿天街的跨年活動就取消了 早前傳出有襲擊威脅的三里團 當局派出武警和公安戒備 國務委員公安部長郭勝坤 深夜到公安指揮中心 視察北京的交通書樓和商業區等 重申至日期間要加強社會治安防控 在去年隨直夜發生人群互相踐踏慘劇的上海外灘 當局不停提醒民眾 今年沒有慶祝活動 不過仍然人潮不斷 今年過來因為沒有跨年隱形活動 為什麼還會過來外散這邊 這已經成為習慣了 因為我們每年都會來這邊 已經有幾年多了 去年又過來嗎 去年又過來 那去年跟今年有些什麼樣的變化 就是武警變多了 就是治安變好了 上海公安指 今年隨直在外灘 安裝了人樓監測系統 以實施更加有效的人潮管制 而在台北地標101大樓一如以往 舉行跨年倒數和煙火會演 今年3萬發煙花 已在台北地標101大樓一如以往 以花朵、雀鳥和樹木等大自然為主題 會演歷時4分鐘是歷年最長 有оз電視機者林靜儀指示